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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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請到了三個家庭 今天請到了三個家庭 這個異國聯姻 當然呢 我們這天下姐之前 已經有來過 但是我們要歡迎 有兩位新的組合 是 首先呢 先要歡迎我們的 靜真姐 你好 靜真姐 你好 歡迎光臨 是 當然呢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秀麗姐 歡迎 謝謝 秀麗姐是好久以前來過一次 來過一次啦 對啊 現在的婆婆我覺得 趕快把這個麻煩的小子 交棒給你 然後呢 我就會把兒子的什麼事 都跟你講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從此 我兒子就不要來煩我了 就只要煩他就要煩他 真的 像我公公 我覺得我剛結婚的時候 我沒有婆婆 我公公很棒 然後他有一天交一大包 包括我先生的退伍證什麼 所有東西都說 我現在把它交給你了 然後不要再煩我了 對 人生都在裡面 對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在我這邊 然後就 從此我就 你知道 然後他就開始 遊在玩水 然後去下妻啊 去幹嘛 他覺得那個最後那個兒子 結婚了 他就把所有的任務 就交給這個女人 我覺得把一個任務 交給另外一個年輕的女人 本來就敵不過他嘛 乾脆就把麻煩給他就好了 好 這是比較就是說 開明的婆婆就是會這樣講 對不對 全外之音的 沒有... 那這開明是什麼樣呢 將來我也會做一個 開明的婆婆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我們家的狀況 比較不同就是 雖然他們是婆媳而已 我們家不只婆媳 我媽媽也跟我們一起做 那這樣很厲害 那我也跟... 你們一起做嗎 我們家裡就是有三個老人 對不起 四個老人 就我老公嘛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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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位整個提升起來 有... 我老公 我婆婆 我爸爸 我媽媽 哇 很棒喔 很棒耶 很棒 對... 應該是說 Julie你好厲害 到現在還活著 真的耶 是不是 那現在呢 就有一點點像廖老師的方式 就是什麼東西都丟給我 那現在變總管家就對了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要出來工作 為什麼 眼不見為盡 對... 那是逃避那種方法 那我們前面 老師專家們 大家都講得這麼開宗名義的話 我們也不要裹彎抹角了 對... 來 我們要請三位婆婆 把眼睛閉上 蛤 媳婦們拿起你們的圈叉牌 媳婦 第一眼看到你們的婆婆的時候 未來的媽媽的時候 心裡的感覺是覺得好相處 還是... 以後慘了 好相處 要圈 好相處就去圈喔 就有點虛偽喔 天啊 你們真的很敢舉耶 真的耶 你不要害人家 因為你剛剛舉叉吧 是不是 叉起來像是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你剛剛是舉圈的 是的 你覺得婆婆一看 就知道好相處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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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眼其實我覺得她很安靜 因為第一眼是全家 是在聚...那個聚餐 對啊 然後 就是其實他們家非常吵的 我這樣... 然後他們家超級吵的 可是婆婆就是很安靜的 在那邊吃啊 然後我們聊什麼天 什麼都不說啊 然後就是很安靜 就是去旁邊 開始摺衣服什麼的 我可以插個嘴嗎 可以啊 不是 我從這邊看過去 我根本不覺得她是婆婆 我覺得她是Jerry的姐姐 對 不要 謝謝 超像的 謝謝 所以婆婆不太講話 對 一開始真的是不太講話 不太跟我講話 可是我本來覺得 因為我自己的媽媽 其實也是怎樣 不太熟的人 就不太會去講話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就等吧 然後就是以後我們 就是決定要登記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少 就決定要結婚 可是沒有說出來了 然後我簽證到期的時候 他就說就算了 就是直接去登記好了 簽證到期了 對 簽證到期了 所以Jerry就說 那算了 直接去登記 因為那時候就是出國 再搬一個啊 什麼的都沒有 他還要去香港 先出境 然後搬一些 來啦啦啦 一大堆事情 沒有那是配偶證喔 如果我要搬其他的 我就是要先去澳洲再搬 然後只有一年的 辦那個 我去後面 我去後面 然後再回來 我是想說 既然都要結婚 因為那時候也 其實也差不多了 然後我想說 不然就先登記 他就不用那麼麻煩 就是我們登記 才跟我父母說 我們要結婚 沒有跟他們說 我們登記先登記 可是因為我們是要拿戶口名簿 所以就是這邊 是沒有辦法就是摺眼嘛 我們一定要說出來 然後他好像就是前面 都沒有跟他們說 好像就是有打算要結婚 然後直接說 就是給我們戶口名簿 我提一下是怎麼提 我可能會結婚喔 我想說 三十字還是四十字 我講說 差不多該結婚 然後大概提一下這個事情 然後我媽都跟我講說 這麼開明啊 沒有 老婆取得是我們自己的 不是啦 他講那個方式就是 好像開玩笑 我有一天可能會結婚 對 那一定 那個不是很正式 我就說 沒關係 可能他的有一天是禮拜天 就他自己用開 開玩笑 不認真啦 真的 他沒有 真的沒有 從來沒有認真過 對不對 沒有 好認真耶 我就說我要拿戶口名簿 當然他問我說 你要幹嘛 我說 因為我什麼時候 我明後天要去登記 登記什麼 結婚 類似之開始 都沒有跟媽媽討論一下 就對了 沒有 有稍微提過 然後我不知道他把它當 就是沒有 就說沒有 沒有 沒有 那依林接下來日子不好過 對不對 就是接下來 因為我們那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一禮拜一次 就會回去吃飯 然後就是媽媽都會準備飯 然後全家就會在那邊吃 然後接下來快一年 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他一句話都沒有跟我說 就是你好 你好 這樣 結束 好 什麼 你還講嗎 你還講嗎 打擊 打擊很大 怕你輕鬆 怕你輕鬆 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去 調適我的心情 後來就覺得 兩個月 不是 因為我就想說 這個兒子 我從小 我們家三個小孩 他最麻煩 最難帶 我想 我從小把年生 你 你 你 真的 你至少要尊重一下 對 熊熊就跟我講說要結婚了 對啊 你都沒有說 你就直接來就這樣 所以我就 有點不受尊重 生了兩個月 有點不受尊重 對不對 我不是生他的氣 我是生他 生孩子的氣 對啊 後來我就想說 我這樣幹嘛 何苦 因為我如果 如果不高興的話 全家就不高興 對 那個是 那個你自己心情 要自己慢慢下來 因為我 以前帶他 花很大很大的那個心血 他小時候身體 那個吃 因為那個小時候發燒 吃那個藥 有傷到那個腎臟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 開車載他去那個 洗樓看一個中醫師 每個禮拜這樣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就開車 你看你這怎麼變成 一百八十幾公分的 所以 所以花很多的心思 現在很OK 所以媽媽心情會 有特別的感觸 會比較深一點 對 我這麼用心對妳 你知道嗎 我說 對啊 至少 那個肚子撐到 不管你娶誰 對 至少要說 那個要正視 要尊重一下媽媽 基本要做得到 是啊 對不對 人跟人不管 上一代下一代還是 對 一定要互相尊重 真的 要有尊重 對 但是 這是兒子的錯啦 我們 對不起 對不起 還以全國 現在是 我還要回家呢 就是你 下一次要記得提早一點 什麼下一次 沒有下一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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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Kelly呢 你剛剛舉的是 可是 可是也那時候也還沒有這個 沒有那麼複雜 我是單純的學生 所以就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認識他 可是我們是朋友 朋友 就沒有這種關係 然後 因為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就覺得 因為 君宏跟我說 他父母是攤販 所以我就 真正的台灣家庭 就覺得 還有那個台灣味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所以 應該是你弟弟帶我去 對 然後所以 你還沒有到家 然後就 一開始 一看到婆婆 就覺得 她比我 就馬上準備 就是 一大盤 就是我們到的時候 那個就是所有的盤子 已經都在那邊 就是已經擺好了 是 對 然後就覺得 就是其實 我那時候有一點緊張 因為東西已經就是 就是因為我以為 就是去那邊吃個飯而已 就是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其實就是媽媽就很 嗨 什麼什麼 因為我也沒聽得懂 可是反正她就 什麼什麼什麼 在那邊 妳可以真的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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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了起來 閃了起來 對 很緊張 對 反而是我有點害羞 那修莉姐 那時候妳在看 Kelly 聽到他們說要結婚的時候 我們看他們說要結婚的時候 很可愛 因為是 相處好像是說 好像女兒那麼很親熱 對 很親熱對待我們這樣子 而且我給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正式說 他們要結婚 有到了最後一次的時候 他們到家裡說他們要結婚 我說 所以媽媽一路上都好支持耶 因為像那個老師一樣說 把這種蛋要交給他了 好 現在閃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媳婦們眼睛要閉上 來 媽媽們 把妳的圈叉牌 大姐們舉起圈叉牌 來 第一眼看到媳婦的時候 喜歡她嗎 喜歡舉圈 不喜歡舉叉 妳看 只有一個人誠實耶 親眼都起來了 要走掉 總是要還的 我可以講 靜真姐 來 妳先 妳先講 怡嶺那時候去 妳還是看到妳還是喜歡的嗎 因為我覺得她很有想法 很有主見 她有什麼事情 她會直接說 像我個人 我也是很 我不會拐彎抹角的人 我覺得這樣 鄉純也會不會 像有事情放在心上 以後生悶氣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在生中文 對 她中文 剛來的時候是在學 在學校學 讀兩年的那個中文 中文的時候 她講不出來 她講哪個也講不出來 就是她講不出來的時候 她就會說 媽媽 媽媽等一下 她就會問老公 她問她老公 就要用英文來問 可是妳為她去學英文是不是 對... 去美國的時候啦 可是回來又是旺光光 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去參加 我們在美國那個婚禮 然後媽媽是特別去學一些英文 下午就 購物 誰叫媽媽 對... 可是大家會問她什麼東西 是我叫媽媽 對... 就是我媽媽那時候 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媽媽完全不會英文 我不會英文 我的媽媽 我的母親 跟我的父親 都只有小學畢業 還是他們時候呢 在學英文的時候 我就教她一些單字跟... 跟那個句子 可是呢我都是用 英語的方式 然後寫中文 然後他們回家就會做功課 然後試著去把它背起來 真的 都是背的 都是背的啦 好可憐喔 聚在一起的時候 她都會說 我的兒子 我這樣講對不對 然後她就把我寫給她 對... 再唸一次... 對... 結果我爸爸媽媽都很主動 對...然後她會說一些 喔... 我不知道 那秀玉姐 平常做生意的時候 也可以跟客人 去英文啊 好可憐喔 我這個不錯耶 這長得很好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很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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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很可憐 很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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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不過我覺得就是 就有些長輩要發出自己身段 對 接觸 跟兒女他們這種 他們語言習慣 這是非常難得的 對 而且這三對之中 其實又有一對呢 他們這一家啦 狀況比較特殊 因為我聽說是 你們是唯一 住在一起的 所以現在來 這三屬人裡面 你剛剛畫叉叉嘛 對 第一眼看到 第一眼嘛 第一眼 第二眼就OK啦 對 還好我看第二眼 因為那個兒子跟我說 他帶一位韓國的女生 那我心裡就 首先就很排斥 我說台灣的女生那麼多 哪裡不好 對啊 你幹嘛要帶一位韓國的 女生回來 而且那個就是語言啊 還有交通啊 都很不方便這樣 是 那第一次見面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嘛 在那個日本料理店 那大概就是太緊張了 她就把那個 翻了你知道嗎 那她就說 對不起 就很不好意思這樣 那我就想韓國女生 看那個韓片 那女生都是 那個阿姆媽都是很兇的 臉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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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大家住在一起 結婚以後就 到現在都很好 是 好看的第二眼 就是 婆婆很隨和啦 我們自己家都有聊過啊 對... 其實我決定跟Jack結婚的 最大的原因是 我看了之後 她跟婆婆在一起 對 我看了婆婆之後才決定的 對 婆婆跟婆婆的親戚 是 因為人生得太好 雖然我們語言不通 可是我可以看得出來 她們就是非常隨和 然後呢 應該是對台灣女生也是 婆婆的位置是很大 地位就很大 在韓國更大 對 我們就是婆婆 對 可是我覺得還好啊 可是 對 我們就聽到 我們要一起住了 那個時候其實 太口氣了 對 那個時候我真的想很多 然後就是 尤其是吃的東西 因為我非常的挑食 然後雖然在台灣 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可是我不敢吃很多東西 然後婆婆就很喜歡 然後就為了我們就煮飯 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說 我不要 我不喜歡這句話 然後一直忍耐... 可是沒辦法 對 然後呢 後來我發現 婆婆是非常隨和的個性 對 所以呢 我就 就很直接 就很敢講 就很敢講 好 媽 妳怎麼又指這個 這次 好 像我現在敢說 媽媽這個我不敢吃 我不要... 之類的 然後呢 有一天我心裡想說 如果 我有一個兒子 然後媳婦兒 每次說我煮的菜 妳不要 對 可是又沒辦法 對 所以我還是直接講 然後呢 現在呢 變成 婆婆煮的菜 我通通可以吃 是因為 她為了我 煮我可以吃的東西 或是對 煮兩邊 這個是主主妳可以吃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吃的 是 對 天啊 其實我覺得她直說非常的好 不像有台灣的女生的話 她明明不要 可是她還是要 她說好 可以 可是她可能把東西 就不吃到掉 所以她直說 我是覺得非常好 對 對 春耀姐啊 這樣子心甘情願的 為主主做這些改變 兒子還吃醋了 是不是 沒有...沒有吃醋 確定 怎麼吃完就不吃了 對不對 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沒有啊 就是因為主主本身 他真的是對吃的東西 比較挑剔一點 對啊 然後呢媽媽真的為了她 就住了她想要吃東西 那當然就會變成說 有些我想要吃的東西 媽媽就... 就吃不到了 對 尤其是我想要吃的東西 剛好又不是主主想要吃的東西 的時候 那我就很難吃到 像我媽媽其實做紅燒肉 就很好吃 對 那我很喜歡吃 對啊 可是呢 主主呢就... 反正她不敢吃 我連我也沒辦法 對啊 我味道 有一次我就煮了紅燒肉嘛 那她剛來 然後那個她就說叫她 你踹 然後後來她就 剛來嘛 她也不好意思 就跑到那化妝室去 要有眼淚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跟那個 傑哥講我說 她說 妳在一直逼她踹 我就先踹妳再踹 為什麼要踹起來 不要勉強她 這敢知道 會哭喔 然後真的沒辦法吃 真的沒辦法 我連我也是我覺得 我沒辦法 對 所以我真的哭了 對 反正她的個性是這樣 然後我的選擇是這樣 所以到最後呢 就會變成說 比如說她回韓國的時候 或者她去錄影的時候 就每一天吃紅燒肉 我說那個 開菜單啦 平常都寫起來是不是 接下來咧 我們要請太太們 跟媽媽們 眼睛閉起來 老實說 對 夾在媽媽跟太太中間 會不會覺得很為難啊 會不會畫舉圈 不會的話請舉插 請舉牌 確定 確定 很不誠實 很不誠實 誠實 兩個人不會 我以為這樣動來動圈 你幹嘛自己吸而出 你講出來 我突然覺得當 一個男人需要大智慧 而且是來上節目來講 對 還有勇氣 對啊 可是就是 在中間我覺得 這個當丈夫的角色 真的很重要 就是在婆媳之間 對啊 那 對啊 你要怎麼樣能夠 就是跟媽媽跟 就是太太都做 很好的溝通 這件事情 就會影響到你 之後過得開不開心 是 對 對啊 像Ruzu他有的時候 他有些東西他就 不敢講說他要 不敢吃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他就會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不能直接就跟媽講說 這個他不吃 因為這樣子其實對Ruzu的 觀感會不好 對 跟媽媽也會不好 對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說 這個我今天不想吃 對 或者是我會說 對 吃這個東西呢 可能對我的身體不好 沒有太肥的紅燒肉吃 對 那我現在年紀有點 所以我要開始健康的飲食 之類這樣子 是 媽媽就從善如流 然後就好 OK 他就可以煮一些 就是比較像蔬菜類的東西吃 那我覺得這邊 當然都是為了你 但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謝謝你 這個叫什麼 得到便宜又賣怪 是不是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我沒聽到 得到便宜又賣怪 不是 這真的... 真的就是我覺得 就是盡量想辦法 讓媽媽能夠接受 這個是聰明的小孩 很難那個太太 或媽媽的真正意識 但是又不傷他們的 傷他們的和氣 就是以前 男人會熟營藥要很... 是很必要的 一定要的 我老公熟了這麼多年了 熟得好不好 還不錯 還不錯 開攤子了 真的嗎 所以你就把它提升為老自輩了 對 老自輩 因為我覺得男生 真的要有這一方面的智慧 因為有時候 太太可能譬如說 一天跟婆婆相處下來 有時候有點壓力 對 那遇到老公剛回來下班了 你就難免想要唠叨兩句 那如果這個時候 男人沒有辦法吞下去 又把這個東西 帶給婆婆的時候 其實就是兩個女人的戰爭 那我覺得 你剛剛講了一句話很... 你真的很聰明 就是說 只要他們兩個好 你就有好日子過 對 就是很多男人有時候 為了一時之氣 對 以後都沒有好日子過 真的 你如果要好日子過 就是要兩個女人都很好 紅燒如果一個禮拜吃一次 就可以了 可是很多的媽媽 比方說 因為她剛嫁過來之後 很多那種媳婦 那種生活習慣不一樣 對 比方說我一個朋友她還是 有時候妳媳婦都睡到十一二點 我都八點我就要去做事 她一講的話 那妳要怎麼去 去跟妳媽媽講 萬一有這樣的狀況發生的話 應該會先解釋 就是說為什麼她會睡到這麼晚 比如說因為 如果自己本身有一些工作在做 然後弄到非常晚 對啊 那又要照顧小孩很辛苦 所以就讓她繼續睡晚一點 對... 那反正呢 就是我們早起嘛 那我就會幫忙 比如說要照顧小孩 漂亮啦 對 就是她也幫忙照顧 你看 為了丟給媽媽對不對 對 你好標準喔你 我應該... 我記得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她們剛見面的時候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以為我的太太 應該是外國人最熱情 我媽媽...說實在 我媽媽以前教育我的時候 也是比較拘謹 可是那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 是她們剛見面的時候 我媽媽就很熱情的去 去抱我現在的太太 可是她抱了之後 還沒有放胎 還沒有放胎 然後呢 好像抱了大概半分鐘 一分鐘 真的 她們自己講抱 哭出來 對 就是因為我們是軍人家庭 然後就可能那個氣氛 可能其他的美國家庭 可能不太一樣 而且我媽爸就會教 因為我們在德國長大 所以我們會對一些文化差別 就是比較敏感 然後就是我媽爸就是會教我 就是你要注意到這個 然後可能亞洲人 就是一般來說 可能這方面 就是會比較注重關係 什麼什麼 所以我要特別禮貌 要特別就是注意媽媽 或是老公的什麼 不知道什麼 生活的細節 沒錯 對 所以就是我 就是看到媽媽 然後她就馬上 就是沒有什麼阻礙之類 就馬上抱我 會讓我覺得 她其實反而可能 其實比我自己媽爸 妳想太多了 她已經等得很久 真的太大了 兄弟姐 我兒子終於要結婚了 對啊 他最大的 我兒子最慢結婚的 兄弟姐 那時候這樣緊緊的把Catty 抱在海裡 因為我可以抱她 因為我可以卸一下重担 給她 交給她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很開心 你把她都靠近了 你看 都是把麻丸的 給別的女孩子 對 要抱緊 對 可是 接著就不一樣了 對 妳沒有壓力 很累 很累 她是舉差的 她是舉差的 我覺得她們都很好 因為 不是說我媽不好 還是說我太太不好 而是她們兩個 是妳不好 我錯 妳媽媽應該皺眉頭了 因為她們兩個 她們兩個 就我們家 兩隻母老虎 那個 我就想白目 我就想白目 就真的跟老牛一樣 我就仗著皮厚給她們咬 因為 剛見面的時候 很像什麼你知道 那個007那種好不好 疊對疊 一直在疊對疊 一直在疊對疊這樣子逼 就鬥志 因為 我也不知道 她們沒感覺 我覺得沒有 但是那時候 我跟我爸這樣子看好了 兩個都很強勢 沒有 所以她們講話什麼 都是直接 我知道她會講什麼 因為我們說 要結婚的時候 不是有一天就是在家 我們就是全家在那邊 就是聊嗎 她慢慢講妳會想起來 就是妳好像又問我 是不是也會全身結婚 然後我好像是說 是 可是其實我聽不太懂 妳的意思 然後就是後來妳就很生氣 然後 就因為我們兩個 其實都是屬老虎 所以我就是 我那時候我就覺得 她生氣就跟她生氣吧 她某一天就是會OK 她就給她放爛 妳知道 她也不安慰她 我覺得就是如果我去的 對 想起來妳都想起來了 如果去安慰是假的 如果去安慰是假的 所以我不要 事情過去就這樣 她現在我才想到 她為了簽證去 我說那如果簽證拿到 是不是就要 妳 對啊 我說 我說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對啊 我是說如果這樣就不對 對 其實這個也不對 所以配偶真是離婚就沒了 對 說不對 說不對 所以金正姐她們倆是真心相愛 對 我們是真的要結婚 我們是提早嘛 對 所以我剛剛有聽秀麗姐講說 每一次 Kelly中文講不出來的時候 妳說 她會說等一下 等一下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其實她跑去幹什麼 因為我太太她很拘謹 所以她在說任何話的時候 她要先想一下 所以她如果不知道該怎麼說 她都會先跟我確認 是 然後我就會告訴她 妳就這樣說這樣說就可以了 然後她知道之後 她就回去再跟媽媽說 所以她都會這樣子 先切換一下 如果講電話的時候也是一樣嗎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對 然後就 妳最後跟她講 妳最後跟她講 對 因為我的太太她不喜歡講 不適當的話 所以她都會先跟我確認她才說 是 可是 你知道有時候有些委屈 妳就是沒有辦法 直接跟老公面對面的吵架 像就是有一次我跟媽媽 不是跟媽媽 不是跟媽媽 是跟妳 就是我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們還在討論交往 然後 就跟她吵得還滿兇的 對 然後 就我覺得就是 甚至於可能 對… 然後我就是在走 就是很委屈 走得回家這樣子 然後就是 經過那個台大校園這樣子 然後突然遇到她爸媽 這麼巧 對 所以 然後她們就是有水果 就是很明顯 她們要可能帶給 進行一些東西 然後她們 就是可能我的臉 是可能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好看這樣子 所以媽媽就是 馬上問我說 妳還好嗎 喜不習慣 因為我好像就 可能三個月 就是 就在那邊可能三個月而已 這樣子 她說出來這些話 對 因為我就覺得這樣子 就是其實她沒有那麼認識我 然後她知道我跟俊宏 我們還在 就在運動裡寫東西 是 對 然後就 然後就是 我就是要這樣哭 然後她就是 馬上就是抱我 然後就是那我的手 然後 然後把一半的那個水果 就是給我 對 要嗎 好笑 就是這樣 台灣人的方法 跟我說 沒關係 妳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 就是說 如果你委屈的話 就是或是發生什麼事 妳就馬上打電話給我 是 沒關係的 還好那一天妳有碰到 真的 不然就回家 台灣了對不對 很有可能 老天爺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真的是 真的 那我問一下聽她講 因為有時候 就是講中文 真的有時候也是 我會誤會一下 她當時已經講過一個 那個奶子的問題 對啊 她腦子不好 她說奶子不好 對 然後前幾天啊 就那個 半夜深夜的時候 那個兒子突然把MOMO 抱過來我的房間 說 她要帶那個 Ru去掛急診 然後第二天呢 那個兒子去上班了 然後我就問Ru說 妳怎麼 妳昨天晚上是怎麼了 怎麼回事 這樣子 她說我四瘡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四瘡啊 怎麼這麼 急診 對啊 那個血可能真的只不能 對啊 然後我就 結果後來我就看她拿 怎麼拿藥在噴她的喉嚨 我想 我就這樣 那邊有人拿藥 那邊有人拿 那我就問她 我說一幾分 妳是怎麼樣啦 她說 她就做了一個動作 說 就呼吸很困難這樣 我說 那妳是什麼 後來才搞清楚說 她是 氣喘 她害得我還很幸福 我又會錯誤 是 是 是 這樣子 現在大家都知道妳得知情 沒有 所以 對 氣喘 怎麼講 現在可以講了 因為妳們一直講 對 可是 妳講 妳講聽完會不會聽出來 氣喘 氣喘 還是氣喘 還是氣喘 可是我真的那個 氣喘 氣喘 對 喘 氣喘 對 因為這個 那個 我去掛急診的時候 他們講這個單詞 可是因為我 第一次聽這句 這個單詞 所以我當然是 可是我聽過好多次 自喘 所以我以為那個是自喘 對 然後呢 然後 然後佛婆還問我說 妳走路還好嗎 我只是 他們說懷疑是不是自喘 這個東西 對 氣喘 對 走路我覺得沒有關係 走路奇怪 這怎麼會走路 因為不舒服 還好 我覺得不會 對 沒有晚上就吃麻辣鍋 對 還不准她吃 不能再吃 差很多 問一下修莉姐 他們兩個也會吵架嗎 會鬥嘴 鬥嘴 對 那妳會站在誰那邊 我會站在我們詠心這邊 我兒子好孤獨喔 人家的寶貝女兒 嫁進我們家裡 牠就是一隻孤鳥 插在我們這個鳥群裡面 我不愛牠的話 是不是覺得很可憐 而且老實講就是說 我們再怎麼罵牠 知道我們就是愛牠的 對 牠不會懷疑 但是媳婦就是沒有人疼 在這裡就需要人家疼牠 是 那如果在你們家呢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會站下來常吵架嗎 他們兩個吵架的話 站中間 對 我記得有一次 他們 就是要下班的時候 在路上就打電話問我說 要烤肉 然後就問我家裡有什麼 缺什麼東西他們去買 結果回來的時候呢 怎麼看兩個人臉都臭臭的 那我就問兒子說 你們吵架了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平常看你們兩個 就這樣 我說你們今天都不吵架了 一定是吵架了 已經吵架了 然後後來我就去 下去倒垃圾 那結果就是馬上跟著下來 下來他就跟我說 媽媽其實是 他說我們買了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那個開車嘛 那個柵欄沒有開嘛 那那個建可就叫他去 跟裡面的服務人員說 請他們開頭 他就說不要 我講話 博語不標準 他們會看動物一樣看我 他說他就生氣了 那我說對啊 這樣怎麼好生氣 他自己去處理就好了嘛 結果他上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你看媽媽也說你不對 然後他就說 好啦 對不起 就就沒事了 對 那的時候才說 因為我跟他說 那個我真的不要 因為他們都會笑我的中文 我那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害怕 我的中文 然後他說你 你這樣子要練習啊 什麼的什麼的 他就不認同那個我的感想 然後我跟媽媽 就媽媽去掉垃圾的時候 我關著他 然後就 對 然後媽媽就上來 就開始罵Jack 然後他的時候才笑出來 對不起啦 好啦...就這樣子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他的考慮是真的 也說外國在台灣 真的也會被人家關注嘛 對 不自在 真的 可是如果你中文講很標準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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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沒有標準嗎 現在還不錯 很標準啊 有一些自走事嘛 自窗嘛 沒有 反正 不過我的初衷是 真的是希望他好 因為他如果要在台灣 長期待下來的話 總是要能夠獨當一面 做一些事情 所以希望他能夠有多的 練習的機會 是 我跟你講他一定可以啦 我現在相信他絕對沒有 現在可以啦 對... 沒問題 對 可是其實我看金針姐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結婚的時候 你不開心 我認為 因為他們太年輕了 對 你很擔心對不對 他們兩個吵架的時候 你怎麼辦 都不理 你在那邊 你還在生氣他們吵架 他們兩個好了 幹嘛 這麼快 對啊 跟小孩子一樣對不對 可是他們都不會 來跟你搗嗎 有一天 我這次選舉拳 我是為了要訓練我自己的打尿 我就去一個那個 市議員競選服務處 那個是朋友 他出來選議員 他就 請我去幫忙 我就去 然後有一些 他就來服務處找我 是 然後就講 他們兩個吵架 就講了一大堆 講很多就是那個吵架的那個 原因 來龍去賣 然後我就聽 聽一聽完 然後他就 我就說你不要理他 因為他 他吵架了他就出來嘛 然後聽完他還回去 他跟我說 因為他吵架 就臨死出來 他身上沒有錢 怡靈喔 怡靈沒帶錢出來 他問我說 跟我借兩百塊 我說要幹嘛 我說你什麼 我說你既然 我說他這樣你不高興 你自己吃好一點 不要管他 不然你就吃好一點 你不要理他 對啊 我說你不要理他 你還跟我借錢要買給他 我說不要理他 我說讓他餓啊 對 其實我們本來是有給他錢 對不對 他說不要啦 他說買回去給他吃啊 結果很後來怡靈你有買嗎 有...我有買 你買什麼 買當勞 其實這個人他的個性就是 他死裡也不道歉 他的... 他可能就是明明就做錯事情 他可能在你面前 偷了你的錢包 如果你敢生氣 他偷了你的錢包 這個人就爆炸了 生氣回去就快出去了 這個叫做更小 更生氣啊 對 哪有 對啊 以前 你說我餓了 我真的餓了 而且我們就吵得很大 然後他叫我走開 所以我就算了 賠比你管 然後我真的走開 然後我成三剛好只有一百塊 然後我自己覺得 因為真的懷孕之後 很喜歡吃垃圾熟 是 然後就跑去那裡賣當勞 九十九塊的那個嘛 然後就吃一吃 然後吃完了就覺得 OK 其實我們吵得有點過分 然後就覺得 那如果我要回去 就是跟他討論 那他一定是餓了 然後如果他餓了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婆婆 然後說你可不可以借我兩百塊 我就幫他買 我一進門 因為他是坐在那個沙發抱小孩 然後我一進門 因為他有點就是不爽的臉 然後就看到我 因為我是就是發那個舉高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很無辜的臉 然後我就知道 好 他不會罵我啦 他就無辜的臉 然後說 但是我想吃坑德基 欠揍耶 我聽妳的 菁姐聽完喔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你不想要幫我 對 聽了我也不想管 對 菁娜姐 除了說Ruzu啊 他幫你生了一個 這麼可愛的小說 我們大家都愛死他了 謝謝 他還為了你做哪一些貼心的事 就是有時候要跟朋友們 聚會的時候 那就是他都會 在我穿著方面啊 就都會給我建議啊 給我打點啊這樣 然後每次跟朋友見面 他們見面就說 你見得好漂亮喔 那我就會很轉 就跟 所以我就 就覺得很驕傲 然後也覺得很開心這樣 每次出去這樣 一生都是媳婦的成果這樣子 對 驕傲喔 對 然後很多對不對 應該貼心的很多吧 這很多啦 對不起 就是我覺得我 對媽媽真的 真的很感謝 像我婆婆就是 我生完之後 生完小孩之後 我的月經 然後那個真的很痛很痛 每次都很痛 然後就是媽媽看到我 她就是只要 快要到那個月經的時候 她就幫 親手幫我煮中藥吃 對 然後呢 她那個月經來之前 跟月經來的時候 吃的都不一樣 她就是大概兩個禮拜 都是每一天都煮給我吃 然後呢 我 如果我很晚回來家什麼的 她都會幫我放在那個 然後寫說 祝祝你不要忘記要吃東西喔 對 是 然後呢 我嫁到 搬到台灣之後 到現在 媽媽就不會忘記 我們韓國人一定要吃海帶湯 真的 然後有一次我記得 我跟媽媽就是兩個人 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看到韓劇 然後韓劇裡面的那個 真的很壞 很壞 對 然後呢就是 婆婆就說 怎麼婆婆會這樣子 然後她就跟我說 因為她也是一個女生嘛 然後呢她就覺得 我也是一個家人的一個 很可愛的寶貝 然後又搬到這麼偶遙的地方 對 所以妳不要擔心我會 當一個婆婆 這樣子的婆婆 對 妳是一個我的女兒 對 所以她就覺得 妳不要緊張 然後就是好好的過台灣的生活 就好了 對 我真的是每一次都 感謝的事情太多了 對 真的 謝謝 妳好 妳就是這樣 真的 其實就是她 我是沒有女兒 如果我有女兒的話 嫁出去 我也是希望說婆婆家 對到很多人 就是同理心 是這樣 對 這好棒 是 來 那依琳 因為我們 我自己家的話 就是我們是比較 就是妳長大的就放妳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婆婆是幫我們很多 而且特別是就是 特別是就是 那時候她是開麵店的 然後離我家很近 所以我就是中午無聊 每次我就會過去聊 然後她都會說 我有幫妳買什麼東西 然後就跑去幫我撿 然後就是生完小孩 那個坐月子的時候 我也是不太喜歡吃那個補的 因為我 所以她就是努力想辦法 就是讓我吃到可以補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小孩 用那個馬鈴薯煎麻油之類的東西 那一段時間她是每天 而且自己也忙著搬家 可是她每天中午就是 特別幫我煮東西吃 然後就是帶過來 然後我吃的時候 她幫我就是給小孩洗澡這樣子 真的喔 然後因為我都在家 她一開始就是幫我拿 就是一大包香餅 什麼是香餅 香餅 他們的 這個台南人他們坐月子 就是用這個戳一個洞 然後打一顆蛋下去 然後用麻油下去煎 煎熟在裡面 對...把那個蛋煎熟 然後這個煎 這個就會塌下去 因為它這裡面是空的 對 像一層薄薄的皮 所以蛋打進去 因為它像這個口味是黑糖的 所以那個 它這樣吃起來很補 很營養 就是那個產褲 看起來好像一柏子喔 你長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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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月子的眼睛 那平常我們就是這樣吃啊 吃就當點心吃啊 這個台南人 台南人都有 台南人都有 麵包店就有超級的 像是台南人 你要怎麼說 牛拼 牛拼 外來拼都可以 沒有帶一大包 可以吃啊 大家都可以再回去吃吃看 謝謝 來 我們來問一下 Kelly 有一次就是 你可能不記得 可是我們在參加 就是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們就再走回去 然後我就又再打高跟鞋 然後又再下雨 就是有一個連續 就是那種氣氛一樣 對 然後其實就是我是走不穩 然後媽媽就是明明有看到 然後她就是又抓著我的手 就是讓我可以走比較穩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沒有關係 就是媽媽妳不要這樣子 就我沒有說出來 可是我心裡就在想 不要這樣子 就是因為如果我跌倒 對 所以我就就是反開她的手 這樣子 然後就是突然我做這種動作 我就覺得 我在做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子她可能會誤會 對 可是我們就是 可是我這樣子就是 就是勉強的就是繼續走 然後發現其實媽媽一直都在我旁邊 她在我旁邊這樣子走 然後看我是不是皺紋 這樣子 然後我一次就是看媽媽這樣的心 我就會覺得就是心裡就有點痛 然後覺得就是 其實我這樣子 這樣子的媽媽 其實我沒辦法回報妳的愛 對 然後就對 今天妳快樂就好 妳們嫁到台灣來之後 真的守候在妳們身邊 就是妳們現在的家 對 妳的先生 凝聚才是力量 對 還有妳的公公跟婆婆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不需要做什麼結語 看到他們就知道 如何維持一個幸福的家庭 就是在一起 是 而且記得收看WTO姐妹 真的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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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訂閱我們 你們可以一起閃營在 阿上面 阿上面